今天呢在跟霍勇教授的门诊上遇到一件事和大家说一说 霍勇教授呢是我们国家心脏病领域的顶尖的专家 这个大家都知道 霍勇教授的主要的专业呢其实是冠心病 就是看这个心脏的血管堵塞了心梗了这一类的疾病 可以说呢这是咱们国家最好的专家之一 但是今天在他的门诊上呢 来了一个农民 然后呢为孩子看病 这个孩子呢从小容易发烧 反正去了当地医院就退烧回家 结果呢现在这个身上的大动脉都变狭窄了 从胸主动脉到腹主动脉全部出现问题 包括肾动脉 实质上这不是霍勇教授的专业 但是霍教授看到这个孩子病情之后呢 就不断的利用他自己的影响力 给这个农民的孩子不断的找专家看病 不断的讨论 这个孩子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把这段视频给大家录下来了 大家呢往下看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论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论 我一个小孩啊 11岁 她呢是大动脉炎 主动脉缩载 这个肠状从胸到腹 肾动脉有危急 她这个情况呢 能不能你看一看 是到底做外脚手术好 还是做介入好 我呢都轻松因为她做手术 但是因为她本身的肋肋断很长 而且身中呢 广泛的受害了 你看看这种情况 如果可能的话 她具体来看一看 具体那个 你给我回个电话 谢谢 谢谢 我先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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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我刚才在说说 就是那个 你说的这个病人 你能不能让她来看看 病人们如何 呃 骗子检查都带过来 我今天下午在门诊 在门诊的7层的心血管 第10号认识 我看一看 可能她在查 她是不是 活动器呀 这里呢 是不是要附讯 首先是同事客人的保持治疗 要是做外科的话 我觉得挺你说的样子 可能也挺困难 其实看片子在说很快 那你下午去找个鸡蛋吗 行 听到了吗 嗯 听到了 去吧 创业药 嗯 创业药 谢谢 我转着你 没什么东西 嗯 没带他就来 没带 但是他带的资料来 你先帮他看一眼 看看他要需要带过来 带过来他就再带 好 谢谢 你去吧 我看完我就给 你去吧 对 去吧 后主任 首先特别感谢您 刚才给这个11岁的孩子 联系进一步救治的方法 因为我们当了父母之后 都是感觉到 能有人帮帮孩子 就觉得心里特别温暖 感觉您就是活菩萨 谢谢您 能找到北京大医院来看病 他们的最后希望 但实际上这个孩子 肯定就治疗上晚了 11岁的这个孩子 还是有点晚了 他主要原因是最早期的 动脉的炎症 嗯 导致了足够动脉的狭窄 是 呃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严症控制怎么样 或者说 这个狭窄进一步的发展 嗯 现在这都还不确定 其实这个孩子小时候反复发烧 当时就是提示有大动脉的炎症 确实是这样 对 对于小孩就反复发烧 呃 用了药就退下来 嗯 过两天又发了 嗯 这种啊 要非常警惕小孩一下 各种风湿免疫情疾病 啊 大动脉炎 嗯 自家免疫情疾病 对于小孩这种影响啊 嗯 是长期的 嗯 尤其是尽管当时不发烧了 嗯 未来可能 对于大血管 包括对于心脏肾脏 肝脏 影响都是长期的 但是这个孩子11岁 他作为一个农村孩子 能接受到这个 他肯定不知道 有您这么一个大专家 能帮到他 给他找更好的专家 也是让我们大家看了 都觉得心里特别温暖 谢谢您 但这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对于这个小孩的治疗 是很复杂的过程 是 即使现在的内科 但现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 动脉狭窄 对对 和高血压 对 一百八二百的高血压 对 那这个时候 要耽误自己是要改善病人的 近期的 这个比如高血压的这种 对心 脑肾 的影响 所以呢 这个外科手术 现在要改造一时之成 但同时 这里面又是一个多血科的问题 对 内科介入 外科 哪种更好 是啊 你介入 那因为总是想倾向于病人 要外科解决呢 更加彻底 或者说更加 能够有 好的 远期的疗效 但是这个设计 他肯定是要多去合作在一起 对对对对 我看见今天上午也给联系了好多专家 是 谢谢您 实质上呢 包括霍教授刚才也讲的这些 嗯 霍教授呢 只是从病情的出发啊 觉得这个孩子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救他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呢 我觉得很感动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有了孩子之后呢 天下的父母 只要是别人帮一帮我们的孩子 都会觉得十分的感激 今天我看着霍教授帮这个农民 一上午找专家去给他的孩子看病 我觉得霍教授能成为我们国家 心脏病领域的引进人是有原因的 真的是大一精诚 让我们呢 也向他学习这些精湛医疗技术的同时啊 向他学习做人 您说呢